当长龙大哥将手放在景田腿上的那一刻,他才明白眼前这个女人并不好惹,毕竟万达当年因为这个女人亏了五亿都毫无怨言,在娱乐圈横行惯了的王思聪见了他也要给足面子,就算是马爸爸跟他同框也只能挤身后卫,不仅如此景田还有花不完的钱,随手买一件衣服就要五百万,家中的布置更是极尽奢华,不仅有私人花园还有24小时很温的自用泳池,从他平日里放出来的照片就能发现, 价值数十万的私容沙发到处都是,在他的家里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的积蓄感,最重要的是这座豪宅背靠商圈,价值3.5个亿,当然豪宅只是标配,景田名下的豪车也同样多到数不过来,买菜专用的是百万奔驰,法拉利和宾利则是出门看情况开,其中最亮眼的还有一辆房车,车牌号前面的英文是景田名字首字母的缩写,后面的数字刚好就是本人生日,要知道能拿到这种车牌的, 不仅仅是有钱就能办到的,而成龙大哥的一个举重也印证了他背景深厚的说法,2013年成龙现身电影发布会,当时节目组为了暖场便在现场安排了一个抢达接歌的环节, 身边的人为了给足成龙面子,还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他本人早期演唱的电影主题曲,想着帮成龙加分,然而景田直接将成龙的麦抢了过去, 即便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,成龙人不敢多说话,除此之外,景田刚出道就能饰演影帝刘夜的女儿, 就算拍的剧基本出街,仍有无数的好资源抛向他,就连投资方都认为不是景田的问题,只是钱还没有投入到位, 这就不免让人好奇,景田的被主到底是谁,其实他之前就表示过自己的初恋就是他的贵人,并且对他的事业非常支持, 后来有网友深挖发现,他的初恋是一位姓陆的大佬,他是景田公司的创始人,并且公司也只有景田一位明星, 之前他拍的那些大佬作配的电影也都是陆老板投资拍摄的,之后陆老板还在万达形成了商业往来,还在万达影业有了话语权,自然就极力推荐自己的女友, 谢贤大闹北京天上人间,被老板谈灰锁尽包房,向华强折之后也拿他没办法,后来还是一位大佬粗面,才保住了谢贤的小命, 要知道谢贤在中国香港的地位非常高,喊耳东生小宝,给红心宝起绰号小胖,年轻那会李小龙都没法跟他争C位, 成汪大哥提起他更是忍不住表示, 我认识一个人叫谢贤,你也认识,如果谢贤50年前换那个车祸去掉,他今天是个Legend, 后来谢贤到北京拍戏,听说当地的天上人间很出名时,说什么也要去玩乐一般, 可没想到跟服务员起了冲突,忍不住还动机手来,老板谈会听说有人在自己的地盘闹事, 直接出动所有小弟,将谢贤包括助理在内的一行人全都扣在包房, 这下子可把谢贤急得不行,毕竟隔天就要禁组了,实在没办法了,他只能打电话找向华强求助, 然而向华强本人当时也在北京吃了鞭,对此也按摩盟住了, 谢贤一看向华强度无法解决,于是只能给任达华的哥哥任达荣打出了电话, 要知道任达荣的身份可不简单,他是中国香港唯一能吊动飞虎队的人, 随后他便托朋友找上了北京的家贷,家贷了解完事情的经过后便来到了天上人间, 谭卫看到连家贷都出动了,只能下令将谢贤放走, 不料谢贤在走之前还特意留了句,大圈仔你不就是个开KTV的吗, 谭卉听到这句话彻底被激怒了,不论家贷如何插手都不愿放人, 而此时导演王金发现主演不见了,开始慌得不行, 在了解完事情经过后便打电话给了自己的父亲王天林, 王天林在中国香港也是大老般的存在, 而且跟霍英东老爷子也能说得上话, 于是在天上人间刚开门时,偷偷派人去营救,连夜带人跑回了中国香港, 为此谢贤还通过王天林的关系见到了霍英东老爷子, 当时谢贤还在老人家面前一个劲地哭惨, 霍老爷子看不下去便又帮了他一次, 让谭卫等人来中国香港亲自向谢贤等人道歉, 这件事才算正式翻篇。 陈慧玲的一场实际婚礼让众人意识到了, 她娘家的背景早已不是黑白通吃这么简单, 2008年陈慧玲跟在一起16年的男友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, 婚礼当天在全香港最大的宴会厅举行, 当时陈慧玲身上的婚纱还是由肖奈儿老佛爷亲自操刀, 别的不说单上面人工秀制的999朵香槟色牡丹花就价值百万, 这还没完, 敬酒服和其他婚服也是由顶级设计师西仲文亲手设计, 要知道哥哥的妾女幽魂, 老毛子的满城近大黄金甲, 以及星爷的陆顶记等等居租的服装都是由他本人亲自设计, 不仅如此, 拥有中国香港珠宝业三分之二产业的父亲陈充伟, 还专门为女儿量身定做了一枚价值百万的钻石胸针, 更离谱的是陈慧玲觉得手捧花美心意, 父亲直接跑遍全世界买了全球唯一一枚的蛋糕钻石包给他, 然后就找了很久很久很久找不到, 因为我很想在我结婚那一天拿着他, 所以就寻片全世界, 后来老公更是捧着八位数的彩礼, 送上六克拉鸽子单戒指, 直接惊念了全场, 别的一提的是, 婚礼不仅邀请了圈内的民优大佬, 连闻讯而来的记者朋友都能享用价值880元的标准餐, 让人觉得最离谱的是, TVB居然出动了专业团队, 全程拍摄进入陈慧玲的婚礼, 要知道能拥有如此殊荣的, 在整个娱乐圈内只有三个人, 其一是坐拥304亿美元的地产大佬李赵基儿媳, 再者就是三号船王许爱中孙喜富李嘉欣, 于是跟着这个信息点, 网友们仇四伯解, 发现陈慧玲的家族背景, 早已不是普通人眼中的富商那么简单, 他的父亲更是手握整个中国香港的娱乐业, 这也不难理解, 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, 中国香港娱乐圈非常动荡, 尽管是Ware再大的卡都免不了欺负, 可没有一个人敢对香港公主陈慧玲这首画脚, 就连在名声响彻江湖的相家也不行, 毕竟作为整个娱乐行业真正的金主, 又有几个人敢去真正招热,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,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,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 订阅我, 再见!